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刚才在别的地方听到这个委员会有人在质询 质询的用词当中呢 特别提到用脱油瓶来行人家这个前婚的这个前面的婚生子女 我就用这话不太好吧 这很伤人 而且也是用歧视女性的说法 今天如果一位男生离了婚 带了他自己的孩子去娶了别的女人 那这小孩算不算算什么呢 这不叫脱油瓶 我觉得这个不对嘛 女人带了孩子去嫁人就是脱油瓶 男人带了孩子再去结婚 那就就是很正常 这不是性别歧视吗 我不知道还在羞辱谁呢 所以就跟昨天在教育委员会 也有一个女友员称呼教育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驻台湾什么什么什么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矮化自己羞辱自己还是中国大陆突然派来个人大代表在我们立法院去质询我都吓一跳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离谱啊 这一类的歧视性的语言 跟很成见的既定成见的这些语言 真的就一个我们要去建构一个比较进步的社会 我都觉得很不恰当 非常的不恰当 而且对孩子也很不公平 很伤人 非常非常不公平 对 这个并不好 所以还包括这个像支持热比亚什么要要播放了要到立法院播放了请主委去看 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傻 如果要替热比亚这个影片宣传的时候 其实应该在试运期间到试运会开幕典礼其中一段播放 那看的人更多对不对 我觉得好奇怪 这个时间点也减也也减得不对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 也要当然有兴趣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第四次将成会 听说12月要在台中举行 我看到这是今天报纸的某一家报纸的头版 对 但其实是两岸还没有协商 其实还没有协商 所以这还没有定案 年底前啦 我们是规划是年底前 那至于在哪一些地点 那个还要再磋商 我们也还要再去这个评估 就是预估在年底前 就是我们想大概我们比较确定是不会在台北 比较确定不会在台北 那么因为台北办过了 因为办过了 上次就是两岸的这种对等的安排嘛 对 所以评估过 那这评估所以这样报纸登说台中 有没有评估到台南或高雄办 有没有在评估 这些相关的单位 海基会也都会去做评估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江城会在这个高雄台南办 对于这个旅馆业啊 可能也可以振兴一下 只是不知道高雄市政府 不过我们长期以来 台湾在会展业的相关的设施设备 真的是不是太充分 这个是个事实 好 跟国际比较起来了 对 跟国际 我想这高雄市政府 如果为了提振它的旅馆业 能够摆业能够兴盛 其实可以争取 如果江城会要争取 当然要保障人家人身的安全 这点倒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它怎么样 那么 这个我也听说有委员在那边痛斥 在骂你 说对于台商参加这个 中国大陆60年建政 不像话 你怎么可以让他们去 是不是 简直不像话 这个 这统战 可这种统战啊 拉人去到大陆去参加他们的 这个什么几周年几周年 好像包括飞弹 也不是你赖信员上台之后 才在做这工作的吧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念一个报纸 新闻给你听 好不好 这个报纸是2004年 2004年10月1号 不少大陆台商都参加大陆十一国庆酒会 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邱太三指出 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 对台商参加大陆国庆没有意见 只要不违法 邱太三还说 世界各地台商也都会参加各国国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给您做参考 谢谢 其他我就不谈了 这是陆委会在民进党执政时候 前副主委讲了啊 这很正常啊 如果说台湾大陆一边一国的话 那你参加别的国家的国庆有什么好大 你叽叽歪歪大叫小叫的 我也搞不懂了 是不是 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啊 我们不谈这个 既然他们讲到这个大陆在庆祝 他们什么建国六十周年啊 很热闹 但我们的双十国庆因为风灾了 就显得好像一切从简了 我们就感觉比较落寞的感觉啊 不过我觉得大陆大台湾小 两岸的国力本来就是 有点悬殊的感觉啊 我们比的不是你国庆的排场有多大啊 也不是比你的军容多盛大 两岸一甲子啊 两岸一甲子啊 多少的战火敌对啊 多少的风雨跟仇恨啊 从当初的结冰到今天的荣冰 诸位你心中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想 这一段历史在人类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特殊啊 很多人对这一段历史都有很多的感觉 而且是不同的感觉 都应该予以尊重 都应该予以尊重 那两岸既然走到了 今天台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民主自由的国家 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自己的我们核心价值观 我们需要去保守住啊 那这一点那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回到啊 陆委会所啊 执掌所在的这个两岸关系上 我们希望说啊能够从啊协商 未来的因为对立仇恨跟对立 对台湾解决不了问题 对台湾没有好处 所以我们要很务实的来改善两岸关系 希望这个具体的政策都能够是对台湾好的 都有利的 OK 诸位既然你这样讲 我推荐您看一本书 大江大海1949 这是龙一海最近出版的书 我已经看完了 你已经看完了 太好了 我已经看过了 你知道那个苦难的时代 那么以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那么可以看了了解那个时代的剧痛跟伤害 也了解到内战的那种恐怖 跟这种荒谬 所以我觉得这种书倒是可以对我们两岸关系 未来发展会有一些省思了 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 对未来的发展跟方向都会有些帮助 那么2008年3月22号选举胜利的晚上 马总统说 希望看到台湾是东方的瑞士 不是东方的古巴 不管台湾叫做台湾 或者叫中华民国 怎么样小国崛起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国家发展的战略跟策略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当然有的人说跟中国大陆关系维持现状 有的人说永远维持现状 怎么可能呢 维持现状 能够走多久了 那么这些问题都造成了我们今天在台湾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讲到这个两岸的这些关系 其实中国大陆崛起是事实 它的强大也是事实 我们不能不正视大陆经济崛起的这一个现象 这边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主委 其实今天是我今天来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您有没有去了不了解芬兰这个国家 有一点了解我但是我相信不够了解 OK好 既然这样子我讲一个一句话 芬兰的前总统帕西齐夫有一句话 认清事实是智慧的开端 什么事情认清事实是智慧的开端 芬兰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是1917年 他奋力要争取独立成功之前 在1917年之前 将近800多年的时间 是在瑞典跟苏俄罗斯的两大国之间 建国后的内战跟两次大战争 他两次对抗苏联 所以民进党说台湾悲情400年 芬兰悲情超过800年 这个当中夹在两国之间 受到的压迫跟悲情啊 绝对不属于我们 他800多年 可是芬兰人不怨天由人认清自己 认清事实 一个小国要在世界生存发展 不只能靠他的资源 因为他资源是有限的 他人口也是有限 他创造什么价值 第一和平发展 第二外交不挑衅 外交不挑衅 和平发展 外交不挑衅 第二教育才是后执国力的基础 教育的方面 我昨天在教育委员会特别提到了 我们今天不谈啊 芬兰不是一个天生 说没有个性的民族啊 他也不是很懦弱 不敢战斗的一个国家 他跟苏联的战争啊 芬兰都是一小博大 到最后呢 结果芬兰都是输了 但是芬兰从苏的当中里面 他感觉到是战败的痛苦 他没有感受到战败的屈辱 他觉得非常痛苦 但是他算战败 他没有学习别的国家 我跟你国家敌对 我采取对抗 跟你对抗 跟别的国家结盟或扩充我的军备 他不是用这三种方式 不是用对抗 不是用结盟 不是用扩充军备 他用什么方法 他用什么方法 他用非常谨慎小心 就是外交不挑衅 因为他认为生存发展才是道理 不挑衅是怎么样呢 他对苏联 因为苏联是一个强权国家 他对苏联呢 让苏联觉得安心 因为他不挑衅他 苏联很安心 所以苏联去发展他全球的一个经济 一个事业 而芬兰呢 为苏联创造一个安心的价值 芬兰也可以因为这个安心 发展他自己的经济 渐渐崛起 这他不挑衅 所以他有个认知 就是说 整个国家上上跟下 上到下 他的外交跟国家发展的目标 还有共识 他认为 静灵的友善 比远亲的面包来的重要 我再讲一遍 静灵的友善 比远亲的面包来的重要 这个路线 不是他哪一个政党 或者哪一个个人的路线 是全国上下一起 共同的一个选择跟认知 他们了解到 他们的地理位置 限制了他们有拥有的外交空间 中立只能说说而已 他们是非常谨慎了解说 苏沃的感觉跟苏沃的忧虑 所以他让苏沃感觉到说 请你放心 所以他苏沃的友善跟体量 他认为比美国的面包啊 跟美国跟西方的武器来的重要的多 芬兰就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他逐渐的成长 所以有很多冷战的这个冷战期间 国际间常用芬兰化来笑 嘲讽那些屈服是强权的国家 这国家屈服于强权 笑说你芬兰化 虽然如此 可是他从来没有芬兰从来没有 因为这样受到任何的影响 他逐渐逐渐的在这样一个状况当中 他发展自己的国家 他这些负面的批评 没有影响他理性的选择 所以冷战结束以后是怎么样 苏联瓦解 芬兰依旧存在 证明最后胜利是这个小的国家 最后胜利是小国芬兰 而不是大国苏联 是小国芬兰 而且芬兰马上就加入了欧洲联盟 在经济上跟欧洲融为一体 诸位想想看 芬兰没有在兴奋之余 忘掉自己的地理位置 所以他坚持不加入北约 他保留未来点可以回旋的空间 这就是芬兰 所以用孟子的话 为智者以小是大 为智者以小是大 芬兰应该是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智者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主委 你应该替马总统也多思考一下 到底我们应该选择怎么样一个正确的观念跟战略 让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能够崛起 让世人暂许 这就应该归功在什么样的状况 叫做认清现实物实以对 认清现实物实以对 不要用意识形态 被意识形态所左右 丧失了我们的地理 有荣乃大 抓住全球化的机会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谨小慎为 不要挑衅身边的强权 最后一个结论 让中国大陆这个威胁 变成我们的机会 我再讲一遍 让中国大陆这个威胁 变成我们的机会 为智者 以小事大 诸位 非常好的一课 好不好 我们从这方面共同来 以小博大的确是要用智慧 用模略 好不好 实力的成长 不是用口号 用情绪就可以真正成长 真的是要用智慧 而且我们希望我们国家 上下一致都有共识 知道我们小 知道我们的地理位置 知道我们的危机 也知道我们的机会 我这样我们才是智者 在国际上才能生存 好不好